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中锋行笔 这小房子长到这儿好危险 但这是一个 一个玉井 然后呢房子旁边是不是有一些树 挂一棵树 两棵树都行的 嗯 书上面结的果实 夸张的啊 我们都是很夸张这山水画哈 因为我们讲的是简单的 很简单的山水画 任何人只要学了 都会画 你看啊 我现在再补充它 好 我们把这笔啊 稍微 画后面的山石啊 稍微淡一点 不要太重啊 干一点笔 勾山石的时候一定要干一点啊 远处的侧风啊 中侧风定用啊 哎呦太干也不行 这个纸它这个纸它不阴 不阴的话我们不能太干 哼 还得让它阴 看 这个啊 都是抚皮村啊 咱们就是把这个抚皮村讲讲 给它怎么用到山石里头哈 行笔 它不阴的话你就 呃 比上那么水少的话 你就行笔慢点 如果你笔里面的水啊 多哈 你就行笔稍微快点 是根据你的这个 这个毛笔里面的水哈 可以去调整它 然后把这个 抚皮村给它画出来 测缝啊测缝 有小腐皮村 有大腐皮村啊 都可以 你看你的石头 想要的 大一点小一点 你看 小腐皮 大腐皮都可以 小腐皮的 你就比立起来点 呃 大腐皮的 你就稍微测一点 就根据你的石头 啊 村擦一下 你看这个石头就很好看哈 好 我看前面的干了没 干了我们就上颜色哦 我们先用这个 猪标 挑藤黄 把这个果实给染一下 藤黄多一点 藤黄 猪标 藤黄猪标啊 好 我们把这个 这个果实 先照一下 好 然后呢 我们用 用褶石 先用猪标也行 褶石也行 都可以啊 你用猪标也行 用褶石也行 我今天用猪标吧 猪标 比较亮一点 我想让这房子 染个房顶 我想让这房子 稍微亮亮 好 然后我们再用这勾一下 边 跟它勾一下 好 然后我们再用褶石啊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用褶石了 用褶石 渲染 渲染哪呢 我们上上一课呢 讲的是 嗯 嗯 我们把羊面呢 染成褶石哈 羊面染成褶石 羊面染成褶石 水大一点啊 水大一点 羊面染成褶石 羊面染成褶石 羊面就是它的山顶上哈 山顶上面 染一点褶石 然后我们把下面染成这个花青和藤黄加起来 花青 藤黄 藤黄 染成冷色 这就冷暖有对比了 你就画哈 颜色是要 颜色是冷暖对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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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颜色 颜色是冷的 颜色是冷暖的 颜色 颜色是冷暖的 颜色是冷暖对比 花青花青再来 藤黄花青 我们把这个 你看里面有一点花青 留一点这个褶石就就显得就出来了 把后面染一样 这是一个 山水花有异景 染这点的时候注意点 不要让它们挨得太狠 稍微注意点 染颜色一定要等它干 好 我这个都基本上是完成了 我可以这边再画一个小房子 我觉得这边少一点 不是小房子 就是小窗户 嗯 这就是小山水花 叫腐皮孙 怎么用